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习纳玛在亚利桑那州新闻网站亚利桑那州中心发表特稿说 我已经加入越来越多拒绝党派政治的亚利桑那州阵营 我宣布自己独立于华盛顿失能的两党政治体系 登记为亚利桑那州独立参议员 据法新社报道 习纳玛昨天接受有线电视新闻网访问时已透露 我已经登记为亚利桑那州独立议员 我知道有些人可能有点惊讶 但事实上我认为这非常合情合理 我从来不是十分符合任何政党标签 我也没有真的努力这么做过 我不想要 习纳玛退党后 两党变回各卧五十席 民主党要靠副总统贺锦丽身兼议长的一票 才能打破平手僵局 华盛顿消息 美国女子职业篮球星格琳娜 今天早上搭机返回她的家乡德州 她今年2月因涉嫌持有毒品 在俄罗斯机场被捕 之后在俄国关押了10个月 据多家媒体报道 记者看到格琳娜搭机抵达德州 圣安东尼奥后行走在飞机跑道上 报道说 预计她将被载往附近一所军事设施 进行健康检查 格琳娜是在昨天获释的 因为美国政府与俄罗斯当局换球 以释放俄罗斯军火贩子布特为条件 换回格琳娜 拜登总统昨天指出 格琳娜被关在俄国流放地 遭受不公正拘留 她需要时间从不必要的创伤中康复 利亚德消息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沙乌地阿拉伯王 楚慕汉默德·沙尔曼今天会面 旧能源和基础建设等领域达成多项协议 包括与华为的协议 沙乌地是全球最大的石油输出国 沙乌地国营媒体报道 中沙签除的协议价值约300亿美元 沙乌地新闻社报道 两人见证双方签署氢能等能源协议 以及一项协调沙乌地经济改革政策 沙乌地愿景2030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计划 沙乌地新闻社提到 中沙签署的协议也涵盖石化案 住宅开发和中文教学等 中沙签署的多项战略协议中 包括与中国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的协议 华为扩大射入波斯湾地区 已经引起美国对安全的关切 华盛顿消息 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 美国计划在向乌克兰提供价值2.75亿美元的军事装备 为乌克兰提供反无人机以及防空武器设备 报道说 这一计划最早可能在今天宣布 目前还不清楚有关细节 五角大厦的一份新闻稿指出 截至到11月 美国对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累计约200亿美元 美国对乌克兰提供的军事